你去哪儿 曼娜 这么晚了 还没有回去 明天是礼拜日 我提前来做一些准备 如今街上不太平 自己一个人多当心 没事 没事 我跟着光走 只会保佑我的 一个人走夜路很危险 你知道吗 今天浦东发生了一起大案 现场血流成河 十几个人被枪杀 枪枪都是奔着要人命去的 没留下一个祸口 你说 我现在要是进去问主 主会告诉我凶手是谁吗 不要 你放心 我是自己来的 谢谢你 你不用谢谢我 我只是来告诉你 你不适合做间谍 离开吧 我不知道他们处于什么目的把你卷进来 但是我想告诉你 现在你是唯一一个我不忍心下手的人 我不是 我在控制着我自己不对你下手 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计后果对我好的人 不要再有下一次 没什么 job 我来看看 你们是否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 我可以让你们想听 discovered 我就可以让你拥有 precis 一个当早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 我去看事 你是否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 小洪 昨天你是不是动过我的睡衣 对不起 小姐 昨天你走得早 看睡衣倒在床上 你是不是以为动我东西 我看不到啊 小姐 我错了 我告诉你 这件衣服是我妈妈送我的 生日礼物 是英国进口的 小洪 不是我自己要穿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刚才就是演戏而已 别哭了 我告诉你 这件衣服是我妈妈送我的 生日礼物 是英国进口的 斯蒂威 三百两 跟我玩过家家呢 大人报告出来了吗 出来了 是从黑皮的特强里打出来的 那把枪呢 就在现场 没有任何人在指奔 黑皮的也没有 现在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暂时没有 那么说 这些录音带现在是唯一的线索 给我反复地听 声音放到最大 他那天晚上一定没有回家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要从这些录音带里 找出他那天没有回家的证据 是 小姐 百货大物识音下业了 你看一下 您不去 您可以让您家小姐去啊 好的 小红 小姐 桌子上是什么东西啊 我在天上买菜的时候 人家发的 上面还有优惠券 天爱您可能会喜欢 什么人发的 一个小伙子 挪眉大眼 他能买摩登的 应赛给我 说是我不买 我可以给小姐推买 行 那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嗯 好 咬什么玩了 咬的 帮我 小姐 咬的 我们下足 她要帮你 ves 看我 我们下手 工 我们下手 有研究表明只要不断地刺激 一个失去知觉的人 也会慢慢有反应的 所以特高科要求我们 一周至少来观察礼节一次 这是什么人的研究 又是日本人 净研究这些没用 你们是恢复得怎么样 爸 身体既能算在恢复 但弹导并没有什么改善 这躺着的 可比我们站着的舒服多了 怎么没见过你 新来的 我是神经科的 专门治疗这种特殊病人 李洁 我知道你能感觉到 我握着你的手 眨一下眼睛 对了 大夫 最近我这个手抖得厉害 是不是也是神经方面出了问题 这样 你下来我帮你检查一下 我做一个手抖aran 因为你羡慕 这是我去的 我来找一个手抖得了 我去我猜到了 你手抖得啊 我做一个手抖得到 这支抖得好 以后呢 你就可以经常带着就诊 当然 探望李杰也是个不错的借口 我现在是在专属医生 在这儿的名字叫做蒋书医 进击时 我们抬取新的联络方式 化名得良 无私 无私 又改良了 爸 你也睡吧 你不要老看书看到半夜 明天还要上班呐 好了 我知道了 没了 请您再听一遍 爸 你也睡吧 爸 你也睡吧 你不要老看书看到半夜 明天还要上班呐 好了 我知道了 十六路 靠站了 蓝颜芝的家 外面有十六路公车路过吗 他家门前有两趟公共汽车 五十二路和十六路 十六路的末班车收班时间 是晚上十点 可录音的这段时间 是晚上十点半 然后呢 这段录音是伪造的 是否则车路过来 就是说 你采用了特高科最高的监听设备 可蓝颜芝一进家门 就把他给识破了 他利用了你的监听 在一夜深人静时 从金信银行取走了什么东西 说不定就是我们 梦寐一求的印吧 是 然后又死了十一个特工 结果一无所获 而且他们是被自己的枪打死的 你唯一可以庆幸的 你唯一可以庆幸的 死的都是中国人 但至少我现在掌握了一条证据 这条证据只能证明 我们有多么的愚蠢 你要召唐天下 把我们都特职吗 下一次我一定会找到 好 我就等待你的下一次 掌控聪主的证据 无论是蓝颜芝也好 还是其他什么人 总之 是隐藏在特战总部的间隙 我需要得到山机关的协助 你可以直接找大导啊 你可以直接找大导啊 你们不是很熟吗 我总要先征得特高科的同意 好 你好 大嶋将军 我这是青木 我会说的事 在这里 好 大岛将军 是 奢山吗 那里我很熟 小的时候 父母总是带我去那儿玩 好的 我现在马上过去 好 好 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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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着 捕着 好 捕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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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娜小姐 一个美丽的生命 就这样消失了 是不是太残忍了 但她的美丽 却被永远留存了下来 是啊 她应该感谢我们才是 大上海 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能让人暂时忘记了战争 嗯 原来 这座山的山顶上 还有一座圣母大教堂呢 一到这里 我马上 又变回了大学时代的那个 古版的书呆子 是 有学者风度的将军 是战无不胜的 满囊小姐 大老眼跑到这儿来 不光是没了工为我吧 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frustrating 我会有 Italy 我还想想给您借那两幅中央银行的硬板 嗯 幹什么用 抓内奸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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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还是不错 可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呢 为什么非要拿 两幅真的硬板去揍友人呢 如果要让他们 不惜一切代价上当 必须确认硬板是真的 他们才会动手 而且我怀疑 硬板上一定有案记 只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罢了 嗯 果然考虑得很周到 那么机关长同意了 我帮着了你 你也帮我一点小忙 只要我做得到 听说 你在新四军那边 有一张王牌 打印 山机关的工作 也跟新四军有关吗 新四军共产党 已经成为大日本皇军的 最大威胁 最近司令部研究了一个 新的清香计划 上几次清香 我们都吃了大亏 这次 我们制装了一个 绝密的清香计划 可以让共产党和西兹军 还有他们的根据地 毁于一旦 是要让宴里应外合 是要让宴里应外合 你只能看一下 看过后我马上收回 黑玫瑰计划 是要让宴里应外合 无差别针对平民和士兵 怎么 有问题吗 大岛将军 我认为战争是军人之间的事情 可共产党和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 他们的老百姓个个都是战士 所以必须全部消灭掉 你要时常提醒你自己 你是一位帝国的军人 这件事情要绝对地保密 在特战总部 指导的仅仅一个人 明白吗 需要多久 十天 到时候可要完毕归照哟 我用我的向上人头做担保 不要这么说 是不会出现问题对吗 是 对吗 是 这个我已经做好了 是送给你的 大島 我去三个月 把照片 好吗 我希望你能继续保护 请进 陈主任 有什么好消息吗 看把你美的 小道消息 有兴趣吗 先说清楚 如果出了事 可不要牵扯到我 什么意思 我可是为你好 你老兄可不要害我 我是那种人吗 看着别发火 你给我看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和冯曼娜 现在没有任何的瓜果 我是要你小心点 她的后台硬 所以不要老是呛着她 也得哄 这话应该说给你自己听吧 她是什么意思 我也要后台 不比她软 我才不怕呢 谁啊 适当的时候会告诉你 走了 不知道 但是 不是 刚才有结束 我们继续需要这方面的讯息 现在危害最大的 就是我们内部的前行 只知道他叫燕 一直和冯曼娜单独联系 从他对解放区 和上海地下组织的了解 这个人的级别应该很高 他正在想方说把他找到你 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之前 把他挖出来 我知道 有个情况 我想向组织汇报 你说 敌人正在千方百计 寻找中央银行的钞票硬板 我希望我们组织 可以帮助找到硬板运回重庆 这样才有利于稳定住抗战大局 我会转贷的 大家都做好了 冯主任有任务宣布 据可靠情报显示 上海站正在执行河豚计划 计划的内容 就是将这个东西偷运出去 这是偷运过程当中 我们截获的两副 大家看一看 钱就是用这个印出来的 贵的 看清楚 看仔细 这四副印板都有暗计 这四副印板都有暗计 在右侧边缘有不规则划痕 看上去像是加工的时候造成的 即是零用奥秘 擦红有一定数量 三到六处 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那市面上发现的那些假钞 不会也是经过这个印出来的吧 这两副印板一直在特高科的保险箱里躺着呢 话不要乱说 这是我跟欺慕科长借的 为的就是接下来的突击行动 这一套面值十元的印板总共四副 这是其中的两副 还有两副不知去向 是不是要我们所有部门 配合你们侦察科的行动 对 据情报显示 另外两副很有可能还藏在某家银行的金库里 至今没有运处 遗憾的是我们只知道那么多 那么 请周主任的情报科 陈主任的行动队 跟我们侦察科一起行动 将全市所有的银行金库 全都突击搜查一遍 动作声势这么大 弄不好会打草惊蛇 要是能把蛇吓出来也很好啊 那就听侦察科的吩咐喽 真正的印板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在接下来的突击行动当中 谁搜到印板 立马送回来鉴别真伪 只要我们集齐四副印板 就意味着 上海站的河豚计划失败 不得着 而已经散出去了 成败再次移椅 我希望得到宪兵队的协助 黄军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懂 不能有失败 不能有无谓的牺牲 知道了 好 报告 进来 人来了 开始吧 是 只要有人打开保险柜 警报回立即出发 一旦出发 整个大楼的警铃都会响 警报器的开关 就在您的桌子底下 随时打开开关 警报器就可以开始工作 长官 您清楚了吗 辛苦了 请 这么明显的圈套 会有鱼傻到咬沟吗 一定会的 因为这是取到硬板 唯一的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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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 好 同时还不能暴露自己 他已经一次又一次 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但这一回真把他难住了 从门到窗 所有的出入口都会设下机关 要如何不被发觉地 进入曼达办公室呢 可以 林寅 没错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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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们是搜查银行 不是抢银行 你主任不说了吗 咱们发财了 你 不老 怎么发财呀 发财你也要讲个方法 你比如说你要先找个银行的岔头 这个银行 这事好办 现在哪个银行没有假钞 我们就拿假钞说事 好好教他们一件 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在外面也听到你们笑 说出来你让我高兴高兴啊 胭脂小姐也想发财吗 当然想发财了 陈主任 教教我呗 好 先生 那您就教胭脂小姐发财 我们走 胭脂小姐想发财还要我教 你老爸开大银行天天发财 无本万利 我爸只不过是替冯曼娜打工而已 大头都让冯曼娜给占了 她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花都没地方花 好 谢谢 你老爸的生意我知道 你跟他说一说 什么时候和我姓陈的合作一会 谢谢陈主任 这么看重我们金系银行 我一定把话带到 好 好 那陈主任我就先走了 跟我来办公室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甭曼娜也知道 别乱来 可我一定要拿到 这次和上次不一样 这明摆的是天罗地网 你 你说的道理我都懂 不懂 但是我不想 我怕有一天 我会还不清 我不只是在帮你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你了 我不想 每一次都把你放在危险当中 相信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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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给我挖了个火坑 让我跳进去 不过 我会带着硬板 从火坑里爬出来 这些银行都跟曼娜有关系 搜的时候下手绝不留情 抓住把柄就狠狠敲他们一会儿 终于轮到先生抄他们老底了 痛快 申同银行那边打过招呼了吗 打过了 米老板说了 先生的东西谁要是敢动 那就是找死 我是担心曼娜的人碰到他们 毕竟烟土是违禁品 不过现在好了 这是刚下的搜查名单 申通银行归我们行动队负责 这不就是让先生自己查自己吗 那还查个屁啊 联合搜查行动 现在开始 曼娜的口袋已经张开了口 而胭脂也磨好了自己的尖刀 一切都在按照预想进行着 侦察科情报科行动队重新分配任务 这是搜查名单 计划为什么临时改变 这是特高科的指令 我看这是你的指令吧 老师 因为您把证明研究还给人好 我要把证明研究 对吗 我 先生 冯曼娜她可够狠哪 派她的人去搜查深通银行 这分明就是冲着先生您哪 她狠 老子比她还狠 今天晚上大不了 把金信银行断了 我就不信找不出她的把柄 先生 只要您能活得出去 老王跟兄弟们一定跟着您干 走 冯曼娜 陈队长 住城 你是特战总部的人 竟然给蓝长名单撼门狗 我也是奉命行尸 你不过是给别人干点私活而已 我才是奉命行事 好啊 您把这份搜查令给我看看 有金信银行四个大字 我就请您进去 你怎么敢抗病 您这是干吗呀 您别吓唬我 但是 你进来一试试 Good job